押忆史書華批評您搭那個資冊會的前編碗編納學位 然後他希望您講清楚說是哪些時候是在資冊會擔任群職 那針對這部分有什麼 我在資冊會派出我到我們國出差的期間 我每一年都是得到資冊會評比的績效優等 那我也在期間得到相當多的獎項 不管是資冊會給我的TO的獎項 或者是我在國外所拿到的這一些獎項 甚至是國家產創獎國家的個人獎項 所以我在美國派出出差的期間 我真的是日日夜夜工作非常的認真 我不希望對不起資冊會等一分薪水 一般的員工在派出到國外出差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像大家所想像的 怎麼好像出國玩這麼爽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話其實對不起很多 在基層大家那麼努力 不管是派出到國外出差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的認真 那至於父母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不要再牽連到無辜的人進來 之前還有人造謠說什麼我爸媽是黨國高層 我真的不太理解這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現在又說什麼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絕對沒有拿我爸媽的任何一張發票 或者是一張機票來跟資冊會做情懷 如果我有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我可以立刻退選沒有問題 我希望會永不再做數字 你也會不知道 我們能不提交給大家 是你跟我們選擇的 有什麼事 這就是我們之間做的